尊敬的哥伯品味 老师们 你们好 我们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双胞胎 我是姐姐 李莎 我是妹妹 李娜 随而随随之 不以悦乎 我们和汉语结缘到现在已有五年的时光 今年我是汉语国际教育 专业 新生的梦想照尽了现实 如果我们和中国是一本相思 我想向大家来说说相思里的图片 还记得2015年6月的一个下午 在平凡不够的一天 因为一个选择让人印象深刻 朋友跑来问我跟他一起学习中文吗 中文我在心里犹豫 在体力危机上 巴基斯坦与中国是明知 在国际关系上 巴基斯坦与中国是好兄弟 虽然不曾出过 但如老而现代的中文 让我们姐妹充满了向往 于是那一天的如月 变成了坚定的向往 由中文的缘分是神奇而美妙的 来到中国以后 我们不仅学习中文 还学习了很多知识 我们读懂了一百九头万灵月 第一头是不下的感情 我们恢复如此间 是一倍英明的女皇帝 我们也被三国演义精彩的故事说西言 以前 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家 但因为中文 我们有了多理想过的机会 因为中文 我们的朋友遍布世界 二十岁岁的我们 真没想过 中文可以缘成我们生活中 这么重要的一部分 来到中文以后 我们觉得 我们跟中国的关系 归起一辈子了 中文虽然是一门语言 但对我们 就是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 中文给了我们很多的选择 让我们勇敢追悶 将来我们也希望能正在家乡的状态上 为当地学生讲出中国故事 谢谢大家